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 桃源市长郑文彩 一直是民进党2024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之一 不过他本人始终没有松口 不过就在昨天他上了网红的节目 接受快问快答的时候 那么主持人就问他说 有没有想过要当总统这件事情呢 那么他就脱口而出说 我心里有想过 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梦想无法实现 那么干脆就不要想 不过就是这句话 他曾经想过要当总统 立刻的在政坛引发了热议 隔了一天再度受访 郑文彩在今天回应了 当时面对网红的提问 他心里也没想别的 就直接这样回答了 他也谈到现阶段的任务 其实就是把市政做好 也强调自己没有预设人生剧本 市长有没有想要当 我心里有想过 接受网红快问快答 意外调出桃源市长郑文彩的 真心话 首度坦诚 对2024总统大卫有兴趣 引发惊呼后 过了两秒 但书随之而来 但是呢 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梦想 都无法实现 所以干脆就不要想 直说梦想很遥远 不过这梦早已在心中萌芽 心里问题不止这一桩 郑文彩还被问到这一题 有没有贪污过 没有 台湾现在贪污就抓 台湾如果要当黑官的话 你就要心里准备 秒答否认贪污 郑文彩上节目本来是要开箱桃源美食 却意外松口坦诚 有想过总统大卫 格外引发外界联想 我心里没想别的啦 所以我才用这个方式回答他 强调当时突然杀出番外题 才会这么回答 现阶段还是以市政为重 有现在才有未来 所以人生不要预设 这个剧本应该如何走 那我就是把市长做好 要快一点 不然等你总统当晚都还没有通车 虽然不预设人生剧本 但郑文彩可是被行政院长苏贞昌 两度预言 民进党2024接班的热门人选 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这个2020的当下是我最重要的 没有正面回应 郑文彩强调以当下为重 只是上网红节目 意外透露心底真实想法 也让2024绿营党内之争提前引爆 借林柱强 桃源报道